這段其實是歷史人物 劉邦 我們是不用探討那麼多 但是因為他跟 文昌帝巾 有關係 而且 漢高祖 劉邦 以及李厚 跟契姬還有如意太子 還有漢惠帝 這五個人之間 其實有很深的 英國關係 是一個很好的 英國教育的歷史題材 而且 我們也會在今天探討 為什麼艷從親戚 這一段 這個故事就是 將世之地 最精彩的就是 艷從親戚 這跟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不管你是古代人 現代人 乃至於未來 都必須要記住 這個公案 的歷史故事 告訴我們什麼 交易我們什麼 為什麼 來到這個世間 結為 結為 夫妻 兒女 會有四種因緣 就是 報恩 抱怨 討債還債 這就是 艷從親戚的由來 所以 如果 能做到 能做到怨親平等 不會冤冤相報 因為怨從親戚的結果是會冤冤相報 那必須解脫這個 怨從親戚 冤冤相報 就必須做到怨親平等 那就是非開悟不可 非往生極的世界不可 活著 因果循環 輪迴不休 所以這一段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一個很好的因果交易的題材 可以 幫助我們 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好 我們來解釋 這一段 降世次第 地經說 我看見秦朝使用酷法 把人民 當作小草一樣任意踐踏 我就急忙報告天地 因利用化身 出天下 人民以水火之中 救人民到和樂之地 但因天地命令我做漢高子的後代 地命可畏 我不敢违抗 不久之后 就有九天 奸生大神 逼我去受胎脱生 在營宿間 看見秦朝 在營宿間 看見秦朝 戌戌人的怀礼 怀人脱身看见父母会合 如果是男胎 就对父亲生怒心 对母生爱心 如果是女胎 所以这种情形相反 至于南瞻的人生到另外三桌 另外三桌是什么 东盛神桌 犀牛后桌 北极如桌 四大桌 南方叫南瞻部桌 这是四大桌 南桌的人生到另外三桌 三桌生到南桌 人间生天上 天上生人间 善道生悟道 悟道生善道 都有不同的相貌 详细记载在大藏经 不再一一细数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就变成人了 汉帝以我神谷跟他相似 几栋不凡 很钟爱我 晚年内想要立我为太子 但没有成功 汉帝 汉帝去世之后 我最后被李氏杀 李氏加害我母亲 比我更加残酷 比我更加残酷 毒辣 喜之张良 尹四号前世 以帝经母子也有一定的怨 我非常的怨恨 常想自己变成一条大蛇 全部吞进李氏才甘心 或果然变成大蛇 可见正如佛教所说 一切唯心照 那再来 这个地方我们看 案字 宜出读佛书内 见怨亲平等 及怨从亲起之说 心切亚之 歹尽观视理循环 乃知此种异论 非出事圣人不能道也 就欺乎人言 未有不以礼后为丑 高主为恩者 难礼后之恨契机 皆由高主之宠建 乃宠建建生 至于郁郁太子 而礼后之隐恨 所以不可负结疑 向使高主当日 以等贤代之 不知若此宠建 不知若此宠建 则欺夫人披货 呼何至已此己也 難者离后故弃之丑 而高子亦其得税为恩也 一 此即怨从亲起之说也 既此便是格物之學 乎願也而從親其 既亦不做平等觀不可得已 这一段其实很重要 他就是他探讨厌從親其 那如何做到厌親平等 等一下我们会探讨 我们看这一段暗字的白话节 周安士菩萨说 我出读佛师 看到厌亲平等和厌从亲其的说法 心里暗中惊讶 等到静观世事行环 才知道这种议论 不是出世的圣人是说不出来的 就欺负人来说 不会不以理惑为仇 以高主为恩 就是说以欺负人来说 不会不以 他一定会认为理惑是他的冤家对头 他认为汉高主一定是他的恩人 是他的爱人 而理惑的恨欺负人 都是因为汉高主宠爱他 宠爱契机 引起了理惑的嫉妒心 因继生恨 因继生怨 等到汉高主 恶爱欺负人 恶爱欲生 爱到想要立 如意太子为太子 以至于想要改立太子 这个时候已经到理惑的忍耐极限了 理惑的暗恨之情就再也不能解除了 亲人就变成仇家了 丈夫就变成敌人了 丈夫就是自己的不共戴天之仇了 这个爱就生恨了 这生怨就变成仇家 就怨从亲戚了 所以也是很可怕 我们说诚心斗地义 贪心斗恶鬼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当初汉高主对契机比较平淡 也就是说不要那么恩爱 稍微要平等心对待礼后 也平等心对待契机 就要保持平等心 我们佛家人就不落两边 这汉高主还是没有智慧 爱意心太重 他如果当时汉高主对契机比较平淡 不是如此的十分宠幸 那么契机后来的遭殃 怎么会如此惨固 因为契机到后来是被李后 把他用哑巴药 把他堵成变成哑巴 最后把他手脚全部砍断 把他丢在猪塑里面 说他是人猪 人的猪 这么残酷 当他这样流血而死 非常残酷的一个形怀 但是李后固然是以欺负人为仇 难道汉高主还会对李后加恩吗 这就是怨从亲戚的说法 这里就是格物的学问 既然怨从亲戚如果不做平等观 就永远不能解脱 所以这一段是值得我们好好修学 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怨从亲戚 怨亲平等 这关系到我们的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夫妻都成为怨我 来自在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要探讨第一个就是 如何做到怨亲平等 如何做到怨亲平等 我们先探讨这一块 然后再来讲怨从亲戚 一个修行人要做到怨家对头 和自己的亲属要平等心 怨放在前面 亲放在后面 另外的是怨从亲戚 这个怨恨的恋度从哪里来 从亲来的 怨是惩恨心 那亲是爱意心 所以周安世菩萨看到 如意太子跟李霍这个公案 他心里也非常惊讶 觉得这个很难理解 怎么怨从亲戚 后来他进行观察 各种事物的事跟理的循环 因果报应 才知道佛的这种话 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不是出世间的圣人 就是大侧大物的人 了解三世因果 所落因年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 也是了解老法师讲的 因果不能同时 因果通三世 有现报声报后报 因小果大 因果不空 三路不能相抵 如果他能够错误这个宇宙的真相 说这个出世间的圣人 他就能够把世间这种前后因果 错综复杂的事情说清楚 他就可以说清楚了 事实上他大侧大物以后 他民心接心以后 他就六通恢复的 也就有宿命通跟他心通 宿命通就知道了 所以就欺负人来说 在他生前 他被理后所害 肯定理后是他的仇人 他也恨理后 他也认为汉高祖是他的恩人 但是他不知道 理后恨欺负人是因为 汉高祖对欺负人 宠爱导致的 所以汉高祖要不是对欺负人的宠爱这么深 要把欺负人的儿子如意太子 立为太子 那么把李后他的儿子 汉晦帝放在一边 这个李后这种恨 他内心的恨就生出来了 他就会恨欺负人了 如果汉高祖当时平淡的对待 欺负人 那欺负人也一样跟其他灰子一样对待 那么这个李后也不至于对欺负人 有这么大的怨恨跟仇恨 所以欺负人以后被遭受的那种欺负 就是这种缘故 所以站在欺负人的立场 他把李后看成是仇人的话 他又怎么能够把汉高祖看作是恩人 这个刚才我们都有讨论过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贺跟福 怨跟亲都可以转化的 都是无常的 都在怨恨之间 都在反攻自行 所以怨是从心里面开始的 那我们对亲跟怨的本质的空性就要根本的把握 要做平等的观 平等观是什么 要做空性的观 所以 无论世间对我们多好 对我们多么仇恨 要做平等的空性来观照 知道佛陀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万泡影 如一天映作如世观 因为都是因年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为是假名 一是总道义 既然是因年所生法的 他就是本身就是空性的东西 他是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要了解 人心是生出异昧 万法是成主派空 所以如果能从这样去觉悟的话 他就很容易 转进这统路 他就可以转这个境界 那么 再来我们就来探讨 为什么艳宠亲戚 就这一段的重点 那么我们引用的是良皇宝燦 因为这一段一直在讲艳宠亲戚 那为什么艳宠亲戚 当然刚才前面有讲 用弃夫人跟李霍 跟刘邦这个公案 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 解焉事解第三 就是良皇宝燦里面 有这一段经文 我们把经文练出来 今至道场同业大众 一切众生皆有厌对 何以之之 若无厌对 则无恶道 亲恶道不休 三土长废 是之厌对 无有穷以 第一段经文 我们一段一段解释 他说今天大家 在今至道场 同业大众 一切众生 大家都有厌对 为什么知道说有厌对呢 为什么会有厌气呢 因为如果没有厌对 就没有恶道了 有恶道就是因为有厌对 厌厌相报 现在恶道不休 三读常会 就知道厌对 没有止尽 这只厌对 无有穷以 再来 今年一切众生 西街有心 有心者 这一度祝福 而知众生 心想颠倒 常寝生死 不能觉悟 贪走 世间不知初药 建立苦本 常养厌根 所以轮回三游 往来六道 舍身 舍身 无暂停息 经典上说 一切众生 都有心 有心都该做佛 但是众生 心想颠倒 常寝生死 就是在生死里面 流转不停 不能够觉悟这个世间 不能觉悟 贪走这个世间 不知道处理 建立苦本 常养 愿根 建立苦本 就是说 你贪走这个世间 明文立养 不知道求处理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建立苦本 就增长 事实上 你得到的明文立养 也是建立的苦本 你贪爱 哭泣感情 这也是建立苦本 因为你有贪爱 就造就这个苦本 你看起来 现在是恩爱 但是将来是苦本 就像刚才我们说 欺负人跟汉高祖是恩爱 如果站在那一世来说 他们是恩爱 可是站在汉高祖 往生以后 离后就用狠毒的方法 害死了 欺负人 所以 之前的恩爱 变成后面的苦本 建立苦本 所以贪走世间 贪爱世间 他是后来成就这个苦 所以是建立苦本 那你贪走世间 不知初遥 也是长养这些怨根 哪怨根 贪真痴 贪真痴就是怨根 礼后也是贪爱 贪爱权利 他认为说 汉高祖不应该立如意太子 这也是一种贪爱 那就是怨根 怨恨的来源 礼后认为说 汉高祖太宠爱欺负人 这种嫉妒心 也是怨根 那是惩恨 所以轮回三游 轮回三游是什么 一戒设戒无设戒 往来六道 守身守身没有停止 无暂停 所以这两段 已经把怨队 怨宗亲戚 为什么怨宗亲戚 都把你点出来 还是佛有智慧 佛家还是圆满 你看 把整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全部都跟你讲出来 很简单 就是不能够觉悟 长情生死 不能觉悟 贪找世间 不足处要这四季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说 不要有怨庆重庆 这四段也要记起来 第一个 你不能够长情生死 第二个 要觉悟 他说长情生死 所以会建立苦本 长阳怨根 你不能够觉悟 就会建立苦本 长阳怨根 就像阴光大师说 有些人说 念佛很苦 阴光大师说 不念我再来更苦 他就讲说 不念我再来更苦 就是建立苦本 长阳怨根 第三个 贪找世间 不管你贪什么 广经老师说 你贪的人间一支草 轮回有你的混 不管你是贪钱 你是贪爱情 你是贪恩爱 贪子女 贪财产 反正是明文立扬 九才说明十岁 这才说明十岁 你只要贪这些东西 就是建立苦本 长阳怨根 再来第四个 不出粗药 你不求处理 不处理三界六道 不求处理轮回 所以轮回三流往来六道 何以故而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 安事相传 无名所乎 爱谁所逆 起三毒根 起四颠倒 从三毒根起十烦恼 一以身见 起以五见 一以五见 起六十二见 一身口意 起十二行 生杀倒影 可妄言 起以两舌恶骂 亦贪嗔痴自行十恶 教他行十恶 赞叹十恶法 赞叹行十恶法者 如是一身口意 起四十种恶 这一段跟你讲说 无始以来 我们就被贪爱之水所沉溺 起了三毒根 贪嗔痴 就变成四颠倒 死烦恼 再从五见生出六十六见 那一身口意 造十恶业 这个就是院队的由来 再来 负一六勤 贪佐六成 乃至广开八万四千 成老门 一恋之间 起六十六见 一恋之请 行四十种恶 一恋之间 开八万四千 成老门 旷復一日 所起重罪 一夜一年 终生历节 所起重罪 如是罪恶 无量无边 愿对相寻 无有穷疑 耳术众生 以愚痴聚 无名互惠 怀恼复心 不知觉知 心想颠倒 不信经说 不依佛语 不知解厌 不忘解脱 愿愿相报 何时解脱 自头悟到 如偶复活 历节长夜 受无量苦 假使业己有 忠得反人道 如是恶人 忠不改革 这段就跟你讲 厌宠经纪 冤冤相报的由来 就在这里 他说一六情 弹走六成 乃至于广开八万世间的烦恼门 再升起六十二件 一恋之间 一恋之情 造势是种恶 一恋之间 开八万世间烦恼门 一天所起的重罪 一个月 一年所累积的重罪 这样最后是无量无边的 以至于我们在每天 每个月 每年 我们所跟人家对立的 跟人家结厌的 跟人家争执的 造成的燕对 就是燕家 燕心寨主 就是燕对相心 无有穷以 以暴凡以暴 而这些众生又偏偏什么 鱼吃忌 这就是没有智慧 被无名盖住智慧 烦恼盖户本心 不知道觉悟 他心想颠倒 不相信佛经说的 他不依佛教诲 他不知道去解厌 什么叫解厌 老老师跟我们讲 只要跟人家说 对不起 谢谢你 请年谅 我爱你 就是当下这样说就好了 就是解厌 你当下做错事 说错话 跟人家对立冲突 你就当下就忏悔 就是解厌 不忘解脱 也不想求解脱 这样就冤冤相报 何时解脱 像冤冤相报 这像什么 自己驮恶道 到恶道去就像灰火复活一样 立即常业受无量苦 假设这个业 受尽了以后 最后有机会得到人生 可是这样的恶人最后还是不想断肉修缮 不想改革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引用到这里 那到最后呢 我们再引用梁王宝灿的 里面的一段经文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 何者愿根苦本 眼贪色 耳贪生 鼻贪香 舌贪味 生贪细滑 常为无臣之所细服 所以历节常业不得解脱 这一段就提到说 为什么汉高族尘埃契 造成契机最后产业的果报 最后如意太子也被毒死 这什么道理呢 何者愿根苦本 这愿根愿从哪里来 苦本在哪里 他把问题点出来 讲出来 两个人把这里面讲出来 眼贪色 眼见美色 耳贪生 鼻贪香 舌贪味 生贪细滑 皮肤细滑 柔软 常为这五层烦恼所细服 以至于历节常业不得解脱 佑户六亲一切见识 皆是我等三世怨根 一切怨对皆从亲起 若无有亲 亦无有怨 若能离亲 即是离怨 何以故 若过亦处 远隔他乡 如是二人中不得起怨恨之心 得起怨恨皆有亲近 以三毒根自相触脑 以触脑固多起恨心 所以亲戚 见识 即生之望 这一段 前面这一段很精彩 为什么厌宗记 这个问题都讲出来了 他说六亲一切见识 其实都是三世怨根 你看这一次当兄弟姊妹 倒债的 欠钱的 一切怨对皆从亲起 前阵子我一个朋友的业母 他的房子借给他妈妈住 他妈妈往生以后借给他弟弟住 把房子要回来 他弟弟就到法院去告他姐姐 就是一切怨对皆从亲起 后来我就欠我那个朋友 你跟你业母讲 有福报要分享给 没有福报的人 信量要大 我就这样欠他 我先愿意解不愿意 要化解愿对 若没有亲戚就没有怨 如果能离开亲 就是你不是叫你离开父母亲 这个离亲的意思是说 离亲即是离怨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把那种贪爱心放下来 何以故 比方说他就解释了 比如两个人分开住在两个地方 两个人他没有在一起 他就不会有怨恨之心了 他为什么怨恨之心 他又太亲近了 他亲近以后 他的三毒跟互相触脑 他有他的贪生之 这个人也有他的贪生 两个人互相触脑 所以起得恨心 所以亲戚倦始即生责望 为什么我们说家庭里面 亲父母 兄弟姊妹 兄弟之间 为什么会互相责望 即生责望 在这里讲出来 或父母责望已子 或子责望父母 子女怪父母亲不给钱 出来父母贫穷 父母亲责望 儿子不久长进的 等等 兄弟姊妹一切皆然 兄弟姊妹也是一样 更相责望 更相贤恨 小不示意 变生承诺 小小不如意 就成诚恨心 若有财宝亲戚 尽求 如果有财宝 就亲戚朋友 互相竞争追求 贫穷 之日 出无忧恋 又得者 亦以得为少 得到了 就觉得太少 亦得亦为不止 永远不能满足 百求百得 不亦为恩 不能满足 一不正心 便争混汗 事者 人怀恶恋 遂起异心 故结处连后 世事无穷 推迟偶远 三世愿队 死灰他人 即是我等亲缘见属 当之见属 即是愿祭 就是讲 轮回的由来 那时间的关系 这一段 我们只能探讨到这里 就是为什么 艳宠旌旗 这一段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很感谢 梁皇宝燦 梁武帝 做梁皇宝燦 在这里面 都把燦为法门 如何离开 如果能做到 艳亲平等 都告诉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